画面中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块掉落在道路上 严重阻碍交通 一旁还有山壁上掉落的树木覆盖道路 这也是通往花莲玉里赤鹤山的产业道路 918强镇造成赤鹤山产业道路多处摊放 在玉里公务段農会水土保持局等单位的紧急抢修下 才刚在23号全线恢复通车的产业道路 没想到事隔两天又再传出土石崩落 主要是因为这两天当地下起大雨 赤鹤山产业道路又出现多处土石崩落 甚至是大规模的摊房 交通再次受阻 这次摊房主要的路段是产业道路的6.4公里到7.5公里处 正公所也已在4公里处摆放上护栏防止民众上山 所幸目前山上只有金正花农并没有传出游客受困 正公所也会等待天气稳定之后再全力进行享修